就是我們在醫院的時候 在做中醫的時候 醫生跟我建議說 他看到媽媽的肩膀這個地方 中風的地方 或是右邊中風 這個肩膀掉下來有兩尺的距離 所以就要我去買了這個肩膀 這個肩膀已經買了很久了 可是我們本來是希望養護所幫我們弄 但是他們沒有幫我們弄 那現在因為來到這一家養護所 這家養護所的看護都非常有愛心 他們都會幫我們把這個肩膀弄上去 所以現在我們又恢復了這個肩膀 這個肩膀從這裡經過 然後到這裡 一開始 對 這邊 然後另外一邊 就把他的這個手 把它拖起來 這樣他的手就會有支撐的 支撐的力量 然後呢 這個也是那個 那個中醫師叫我去買 買這個東西的作用呢 就是讓媽媽的手可以放在上面 不要讓他的手 因為他手是中風的手 中風的手沒有力 所以讓我們買這個東西 可以 所以手有地方可以跨著 所以那個肩膀就會掉下來 然後這個肩膀 然後這個肩膀平常他也是要求我的醫生說要把他 我覺得他做雞頭足 對他的這個地方不好 他先弄好了以後呢 我就給他灌食 那平常 平常是那個 平常都是我們貪腹在幫忙 就是因為貪腹呢 他希望不要入鏡 所以我自己 所以我就自己來 自己來 還好換食難不到我 沒關係 那麼不希望入鏡 好我就自己來 那平常呢 他們在忙的時候 他們在忙的時候 我也是 我可以的話 我就是自己幫媽媽加點水 自己幫他加點水 自己幫他加點水 想要給媽媽喝點水呀 或者是要給媽媽吃點什麼東西呀 我就是自己處理 那他們每一個看夫都要看很多 看照顧很多住民 所以呢 我可以做的東西 我就是自己處理 那就是希望說 我在的時候 我能做我就盡量做 一些比較複雜的東西 這個我做了會越幫越忙的事情 就只好請他們來 那什麼事情我做了會越幫越忙呢 就是 就是說媽媽大變了 需要清洗 那有時候我就是那麼去 那個有時候會弄的 連的床單都是給人家弄髒的 所以就是越幫越忙 所以這時候呢 我就會請他們幫忙 請他們幫忙 幫媽媽做這些比較複雜一點的東西 或者一般我就自己幫媽媽處理 那還好是我在那個媽媽中風之前兩年 我就去上了課 那那時候上課 我是去中小醫院看到他們有一些課程 我就去上 就我上的是一天還是兩天的短期的課程 結果我的朋友 結果我的朋友 康年華媽 她是 她是護士出身 告訴我那個是沒用的 你坐在 坐在大禮堂 聽人家演講 那聽完了 那聽完了 也就完了 什麼都沒有留下 她說那沒有什麼太大用處 所以她極力跟我推薦去上這個看護的課 那這個看護的課呢 上八次小時的課 課程課 然後啊 還有八次小時的實習 所以我們在中小醫院實習八次小時就是兩週 所以有一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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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 那個 怎麼樣做 有些看護 所以 當媽媽 中風需要這樣照顧的時候 我也可以出點主意 但是問題是 嗯 有些看護 有些這個養護所 都不是很喜歡我們這麼多的意見 因為我們是 根據這個 老師教的 兩個小時就一定要換姿勢了 要翻身了 那有時候 這些看護所他們做不到 所以 等於是 有點不人願 那還好來到這一家 我們換的 這是換的第四家 這一家呢 他就說 你來 你就自己處理 你愛怎麼做怎麼做 他也不干涉我 那我也不去麻煩人家 所以 所以對我來說 我是如意得水 對他們來說 在我在的時候 他們也省下了一個能力 他們也省下了一個能力 換個兩夫人 都不用給他 他還沒差 他們去 他還沒差 在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來的 說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跟他吃財司 有什麼來的 還沒有吃財司 他還沒吃財司 我跟他伯父 他覺得越來的 而且他沒有吃財司 沒有吃財司 沒有吃財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OK 半熟完毕 我们可以出发了